《活路雕刻》 《活路雕刻》 雕刻的時候這些活路都是有生命的 感覺它和我的心臟在一起的跳動 感覺能在自己不大的空間中 自由地呼吸 我是馬江洪 我從業活路雕刻是30多年 我第一次見到葫蘆畫的時候 是我上大學 到冬皇去實習 當時看見那些色彩絢麗的壁畫 特別感受深刻 我又了解到我們新疆 科塞爾千佛洞的壁畫 要比冬皇壁畫早200年 我就回到了新疆 陸續就是實習的過程中 又回新疆科塞爾千佛洞看了看 看到那些洞庫和冬皇 簡直是截然不同 我們就到了新疆喀什的大巴杂 當時有個老藝人 他手裡抱著大葫蘆 他在雕刻著我們新疆的一些民俗圖案 我當時看了以後呢 我就有想法 我說為什麼不把我們新疆科塞爾千活動 遺失的壁畫搬在葫蘆上呢 當時就帶了600塊錢 什麼都沒買 就在哈士買了一個600塊錢的大葫蘆 跟那些老藝人學了第一個葫蘆雕刻 學了以後呢 家裡人特別反對 那時候的工資一個月的工資才300塊錢 你買一個光秃秃的葫蘆回來 我媽我爸是特別不理解的 一件作品成形的時候把他們都震驚了 哦呦這麼漂亮 哎呀太好了 所以從那以後呢 我們家裡的人就特別支持於我 嗯這件作品呢 是我們新疆科塞爾千活動205庫 最精美的壁畫 但是這幅壁畫呢 非常可惜的是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為當時呢 我也在故宮博物院學習修復古字畫 通過院長啊 一些朋友從國外 把這些照片想辦法拍攝過來 我專門還去了我們新疆科塞爾千活動205庫 對壁畫的故事情節已經年代 風化了以後會呈現什麼色彩的以後 我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和臨摸 把它臨摸在紙上的同時呢 我又把它臨摸在葫蘆上 我認為最難的是選葫蘆 雕刻呢就是用時間信誓 每天工作13個小時 大把大把的時間都親住在這裏 是對自己的一種享受 平時自己是畫油畫的 又是畫工筆的 本身又學了一些裝潢設計呢 在這期間呢 學習了一些板畫 又學習了一些玉雕木雕 所以呢 我把這些很多知識面融合到裏面 把這些很多不同的技法融入到裏面 再進行就是去雕刻 這對於我今後的創作 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打這個葫蘆雕刻 就顯得更加豐富多彩 近幾年呢 我就想把這些精美的作品的這些一些雕刻技藝和手法呢 我想傳承給更多的小學生 初中生高中生 讓更多的人呢去學習它 我想以葫蘆為載體 把立體的堂卡移動的壁畫 通過這種方式 讓更多人去認識我們新疆的 這種深厚的本土文化 裏面的開放 降臨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